是没有接受这个比较正式的这个治疗 所以他这个疾病一直在进展 造成他脊椎从腰椎胸椎到颈椎都整个沾连起来 另外就是他两侧的这个髋关节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那僵质性脊椎炎一般他浩花在就是男性 尤其是20岁到40岁的男性 那男女的比例大概是3比1 那在台湾的盛行力大概是千分之三到四左右 那临床的症状主要就是以这种下背痛 然后沉浸僵硬来表现 他要转个转个头 看后面可能整个人身体都要往后转 没有办法像我们正常人就是脖子转就好了 痛是临床这个就是你的下背痛 反反复复好好坏坏下背痛 甚至这个两侧的这个屁股臀部会交替的这个疼痛 早上起来特别严重 然后活动之后会改善 这种是典型的这种僵质性脊椎炎的这种临床表现 当然还有一些啦 就像说他可能会有这种脚后跟会疼痛 脚后跟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会觉得疼痛 或者还有就是说病人他可能会有红彩炎 眼睛有时候会突然间急性的这种红彩炎发作 剑场关节整个都已经模糊不掉 整个都沾黏掉了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间椎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骨盆的这个长骨 那这个 这里有一个关 两侧有一个关节 但是这个整个都沾黏都看不到了 另外就是 他的这个髋关节 两侧的髋关节 也都遭受到 严重的这个破坏 整个关节腔都都已经没有了 脊椎炎 他他会侵犯髋关节 大概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的机会 那 大概基本上他是一个关节 或是去也性坏死 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典型 关节的 退化程度应该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到病程严重的话 整个髋关节会整个连在一起 所以他整个髋关节的活动就会受限 那 当髋关节有受限的时候 其实他脊椎应该也都连在一起 所以他变成他其实他上面有问题的地方 本来是要靠下肢来代仗 那变成他代仗的也会受限 那活动度就会受到影响 其实生活上是非常不便利的 你进去其实你都完全看不到 他的组织结构了 那我们只能把它的 找到可能月列是脖子的位置 把它锯断 锯断之后 然后我们用整个做髋臼的部分把它磨 做一个新的髋臼 做完之后呢 再做一个咕咕饼 然后最后把组织关节做进去 然后还要解决这个长短的问题 所以其实对一个僵尸性脊椎 合并有髋关节的粘粘手术 其实他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 左侧的髋关节 因为他整个退化 坏死 可是他并没有关节的粘粘 基本上用全能工髋关节的置换 这是比较容易的 当他的病人走到整个髋关节 完全粘粘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解剖结构都已经受到改变了 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要靠全能工髋关节 来重建这个髋关节的活动度 那相对的他的难度会比 比左侧来的困难许多 因为他的一些基本的解剖结构 都已经改变了 那最终用了重建之后 那病人的活动都会受到改善 好 好 好